宣布退出娱乐圈的十位明星 第一位 人权 他凭公孙策一脚被人们熟知 27岁爆红之后选择下海经商 靠借钱创业完成逆袭 如今身价200亿 第二位 王祖贤 和齐勤谈了一场15年的恋爱被情所伤 在2005年宣布退出娱乐圈 独自一人远走加拿大疗伤 如今他选择皈依佛门 第三位 黎姿 因照顾出车祸的弟弟 在37岁那年他哭着宣布退圈 嫁给大他15岁的残疾富商 如今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CEO 第四位 钟楚红 他在事业巅峰时期宣布吸引 嫁给了广告才子朱家鼎 甘愿为他洗手做羹汤 然而朱家鼎却在2001年因病去世 钟楚红至今为他守身14年 第五位 林青霞 他被称东南亚第一美女 1994年嫁给富商行李员后 基本退出娱乐圈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第六位 邱淑珍 和导演王晶的感情备受争议 31岁嫁入豪门化身贤妻两母 先后生下三个女儿 生活幸福美满 第七位 费玉清 2019年在演唱会结束后 他宣布封脉引退 告别46年的演艺生涯 现66岁还是单身 20亿资产全部留给哥哥 第八位 江华 他扮演的唐僧一脚深入人心 因患有抑郁症选择退圈卖保险 现年近60的他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第九位 刘伟 他曾打败薛之谦 被称全能歌手 为了照顾患癌的母亲 决定退出娱乐圈 母亲还是于2022年4月14日离世 第十位 李启鸿 他是金庸口中的最美国乡 事业巅峰时期 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选择退圈嫁人 现在是加拿大的一名护士 你觉得谁的退圈最可惜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